仙子小叮当 SQ灵伤故事 什么叫灵伤故事 希望这个视频大家挑选书记有帮助 这是一个系列其中一本 一是你宝宝故事会 善用潜能 善用潜能 哦我的天 每人都有自己的潜能 这就好比 没有最弱的体能力 这一天 仙子谷里诞生了一位新的小仙子 小叮当 克里安女王将她的翅膀舒展开来 对她说 欢迎你来到仙子谷 她怎么诞生的 就突然就这么出现了 可能吧 这是莫莉那天读的那本吗 开头有点不一样 后面应该会有 她那个是已经出现什么 那个粉尘危机 还是什么 仙尘 天赋测试时 一个锤子发出耀眼的光芒 向小叮当飞了过去 原来小叮当具有修补天赋 是为修补天子 修补仙子 我以为雷神的 小叮当非常想去大陆 但女王告诉她 只有拥有自然天赋的仙子 才可以去 她很失望 小叮当请求拥有自然天赋的朋友 把技能交给自己 这样女王或许就允许她 去大陆了 水仙仙子教她把水珠放在蜘蛛网上 动物仙子指导她 教鸟儿飞翔 她虽然学得很努力 但都失败了 小叮当失落的来到海边 我一中发现了一堆被丢弃的东西 里面有一个已经坏掉的芭蕾舞女音乐盒 小叮当利用工具把音乐盒修好了 应该是里面有一个已经坏掉了的 有芭蕾舞女 好吧 威迪亚嫉妒小叮当的天赋 她假惺惺的建议小叮当去抓速度快 有不听话的吉草 那草还跑啊 来证明她拥有花园仙子的天分 那么她也许就能去大陆了 她们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 疯狂的吉草大军闯进春天广场 把原本井然有趣的春季供应品踩她的一片狼藉 我真的很抱歉 小叮当的眼里包含泪水 她想离开仙子谷以泄醉 离开前小叮当来到工作室 她想最后再看一眼 其实她多么喜欢这秀秀步步的工作 小叮当决定留下来 把自己造成的损失补救回来 小叮当把废弃的物品做成了各种工具 并利用这些工具快速的制造出了一栏栏一桶桶的春季供应品 她把口琴和这手套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没看过这动画片还真是无法理解 一天清晨 仙子们都被眼前大规模的春季供应品给惊带了 春天又能按时回到大地了 女王同意让小叮当和其他仙子一起到大陆看看 小叮当和其他仙子们一起来到大陆 她看着这些伙伴们飞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用色彩和光亮把春天带回大地 小叮当被大自然的美丽深深震撼了 小叮当在城市里找到了音乐盒的小主人 看到丢失已久的宝贝奇异伎般的飞了回来 小主人的脸上写满了惊喜 我觉得这动画片肯定超有趣 还能测试是哪种见能力呢 回到仙子库以后 小叮当利用她杰柱的修复天赋创造了 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些东西让她的朋友们每天都生活的更开心 然后后来这个最后也又是图一图 然后还有个导读吧 算是或者是 OK 希望大家去购买知识这套正版 然后自己研究 亲自读给小朋友们 OK 希望高中的初下开始阅读健身学习思考 一切从教育开始 目的学习之力方开始 Peace